吸管是可以不要 可是我剛剛已經講了 真奶它不同 你總不能要求觀光客隨身帶著 免洗塊跟免洗吸管 那它沒有的時候怎麼辦 你要怎麼提供 所以你在店裡面內用的時候 主要是這樣 台灣一年要用到30億根的素材吸管 的確這個量是大的 那環保鬥士這兩位 他當然覺得說我不要 所以我也跟你講說我都不用 那被人家找到說曾經有用過的話 那你也很難去解釋 我相信你大部分時間都沒有用 可是你也會有用的時候對不對 對 觀光客也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當你在講素材吸管 是否可以減量的同時 我就三個層面去思考 第一個層面就是 素材吸管30億根一年的使用量是大了 那你可不可以把它改成是 玻璃製或者是不鏽鋼製 好 那我跟各位報告 還有其他的環保鬥士 不是只有這兩位 有一些環保團體的人也說不對 不疑 因為當你救了海龜的同時 你可能害了北極熊 因為同樣的製作成本 這個素材吸管是石化產品 它是相關的一個東西 你在做的過程當中 你所耗費的排碳量 跟地球軟化的程度 不鏽鋼吸管跟玻璃 這個不是委員他在講 大家可以上網去查 專家是怎麼講的 當你全面的太除塑膠吸管之後 它製造不鏽鋼吸管 跟玻璃吸管的成本 將會使得北極熊沒有辦法活下去 所以當你救了海龜的同時 可是不鏽鋼跟玻璃 應該不會是一次性使用 對 那當然 但是你在製作的過程當中 那你到時候你會去拿 所以能做的話就去做嘛 那第三個就是 就是可回收材質嘛 當我們一般人這樣不要做的時候 你盡可能讓台灣的外帶 如果說我們今天到 譬如說台中很有名 那幾家喔 因為台中人 你店裡面使用真奶 的時候給你的吸管是大的 然後是可回收的可以洗的OK 但如果有人要外帶呢 你給他可回收式的 比較粗的吸管 那不就可以解決嗎 我相信如果我們的官員 是像我這樣子 跟大家好好的說 而不是一句話說 你不會用湯匙喔 我一看你去當環保署署長 應該大家就可以比較理解 所以我就說嘛 這個議題是可以討論的 但是呢 這個官員的回答呢 是不及格的